非常歡迎柯拉克主席率人 美台商業協會訪團再度來台 你們的來訪充分展現 美商對台灣市場的重視 以及積極深化與台灣企業合作關係的政變消息 藉此機會 我特別要感謝並肯定美台商業協會 成立以來長期對台美經濟關係的堅定支持 也要感謝柯拉克主席半年內兩度訪台 並始終堅定支持台美關係 台灣剛完成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感謝美方不僅在大選後立即發表聲明 向本人及副總統當選人表達祝賀 也派高階跨黨派代表團來台訪問 展現對台灣民主的強勁支持 而各位選擇這個時機訪台 也顯示美國產業界對台灣市場充滿信心 是對我國最直接及強而有力的支持 面對中國威權主義的擴張 世界各國其主要領袖公會 紛紛表達共同聲明 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現在的台灣 已經是世界的台灣 未來我將帶領新政府團隊 繼續堅定守護民主 維持台海現狀 與捍衛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感謝美國拜登政府上任至今 透過12度對台軍售及提供安全援助 旅行對台灣安全的堅定承諾 未來本人也會持續與其他 理念相近夥伴合作 共同致力於維持台海和平 以穩定的現狀 民主自由與威權主義的競爭 不但牽動地緣政治的穩定 也衝擊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重整 如今民主自由不只是價值信仰 也是理念相近盟友應該共同捍衛的堡壘 更是安全可靠的國際公民面最重要的基礎 未來我將致力以包括某國在內 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 共同努力提升相互投資 為業者建構穩定安全 且可預測的經貿投資環境 也希望在貴學會的支持之下 進一步提升台美關鍵產業供應鏈的韌性 我也特別感謝美台商業協會的倡議 以及美國政府還有國會積極推動 美台快速減免雙重課稅法案 期盼今年法案能夠順利完成立法 讓台美投資及關鍵供應鏈的夥伴關係 能夠進一步升華 台灣在全球經濟上扮演關鍵角色 目前台美雙邊經貿合作項目 包括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及科技貿易及投資合作架構 等均與印太經濟架構 所重視的議題相互呼應 我非常希望這能夠成為台灣未來加入 IPEF印太經濟架構的重要基礎 台灣作為美國在印太區域重要 且可信賴的經濟和安全夥伴 將可以與美國共同實現區域經濟繁榮 期盼歸協會能夠持續協助 向美國政府表達 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架構的重要性 最後希望美台商業協會 能夠持續大力支持台灣 共同努力深化海美經貿合作關係 攜手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和繁榮